比較麻煩 首先我們要找前面這個字的位置 跟後面這個字的位置 把中間的字切出來 答案就出來了 但是要怎麼做 所以我們可以分兩階段 所以這邊的話也許是找 你可以分開做 也許你不用一串 因為一串的話 它那個公式會非常冗長 所以也許你把它分開好了 比如說那個前面的字 也許給欄位一個前一個後好了 那前面這個字應該是哪一個 當然有可能是什麼 區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邏輯是區 所以我們可以用那個 Fy函數 Fy的話呢 顧名思義嘛 尋找 尋找 這個不知道哥哥沒用過 這還蠻常用到的 也就是說你只要你那個什麼 初生哥裡面的某部分資料 那有可能就需要用到Fy函數 那Fy函數它會跟你要三個資料 第一個 你要找什麼 我要找區 區的位置 所以你這邊的話可以 所以輸入一個區 然後呢 你把它移開 它會前後加雙 幫你自動加雙引號 所以你不打沒關係 表示它是一個文字 去哪邊找 去地址裡面找找看有沒有 如果有的話 它會告訴你第幾個字 找到第六個字 那我只要加1有沒有 就可以知道新生北路 但是新生北路可能是四個字啦 可是不是每一條路剛好都四個字 先把它麻煩一點點 所以我還是要 路的位置 把路的位置 減掉區的位置 那就可以是新生北路的長度 這大概是邏輯這樣的 就按確定 那你把它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 剛好都6 有嗎 換一區 那 理論上應該是下一個應該是區3嗎 都是區 不過呢 都有啦 都有區啦 所以每個都有找到 但是問題來了 它有可能是裡 對不對 所以理論上應該什麼 你要先找啦 理論上應該是先找裡 再找區 我覺得邏輯會比較符合一些些 所以先找裡 打勾一下 但是你會發現 向上填滿 這個就錯了 向下填滿的話 很多也都出錯了 那為什麼出錯呢 因為這是裡 所以 假如說我們應該 應該是這樣 先找裡 如果沒有裡的話 再幫我找區 所以如果這個敘述該怎麼做 通常是這樣 就是把這個公式減下來 那減下來做什麼呢 因為它是錯誤 請字號開頭的都是錯誤 什麼錯誤 資料錯誤 意思說 你不是叫我找裡嗎 可是問題你給我的資料沒有裡 那資料有問題喔 大概是這樣意思 所以我們可以有個敘述 就是說 這邊插入函數 讓它邏輯判斷一下 邏輯 所以你找到邏輯裡面 會有一個函數叫做if 如果 L的話就錯誤 只要是請字號就錯誤 所以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那我 所以剛剛的公式貼上一下 如果這個公式裡面有錯誤的話 那幫我換成別的 換成什麼呢 換成把裡改成區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所以按確定 好再看一下 向上填滿 這邊OK 再向下填滿看看 會不會OK呢 欸 居然全部OK了 所以理論上 要不就是里 要不就是區 所以我們搞定前面那個字了 所以只要怎麼樣 只要在這邊用MID MID的話 不過 假如都四個字的話 就好搞定 但問題 如果不是四個字 那就多一個字 所以就想一個辦法 這個公式裡面 前面這個字加1 後面如果都四個字的話 這個OK 可是下面這個 就不一定OK了 會有這個問題 有沒有 什麼問題 思緣入語 多一個字 所以要怎麼辦呢 接下來的話 就需要再多做一個事情 什麼事呢 這個 後面的位置 把後面的位置 剪前面位置 就知道幾個字了 所以這個地方 實際上比較麻煩在這裡 但是它有一個瓜糊 瓜糊也是麻煩 所以理論上 剛剛前面這個字 有可能什麼 應該是先找瓜糊 不然的話 好像前面這個 所以剛剛這個公式的邏輯 又要多一個 多一個什麼呢 如果找不到 如果 所以 可能要到尾 先找瓜糊 它這個 公務員在處理這個時候 它沒有統一 所以這個變成說 應該要先找什麼 先找這個改一下 先找瓜糊 然後再找理 OK 這邊把它改一下 就把剛剛的那個 就是 理改成瓜糊 然後 區改成理 OK 然後 當然這個區 如果是區的部分會錯 那怎麼讓它修正呢 再一次 把ifl的公式再減下 再做什麼呢 再放在這個ifl裡面 所以最近使用過的ifl 再把它貼一次 再判斷一次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呢 那你就幫我再去找什麼 再去找區 所以呢 你可以從上面這個公式裡面 再複製 fine 錢瓜糊 有沒有 理 然後 豆點 G12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區 所以 你會發現 前面這個也是 越來越複雜了 等於是判斷三次 這樣的話就會相對正確 如果改過之後 我們再把它向下填滿的話 理論上 應該 刮虎部分 應該就 問題應該就不出現了 但這個資料比較麻煩 這個應該是 這個又是一個刮虎 所以這個 這個地方 乾脆有個方法 把這個deleted掉好了 這個是他弄錯的 這不是我們的問題 如果我也要解決這個問題 可能要想更多 算了 所以 我們就解決這個問題了 前面的 但後面的字怎麼辦 後面 所以你要再分析 前面可能是 露 可能是接 可能是倒 所以呢 我們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可以把前面這個公式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這邊來 做什麼呢 直接 把這個改成什麼 這個改成路 然後後面的話 叫做 切 意思就是說 你先找找看有沒有路 有路的話先給我 有沒有切 如果沒有路的話 就幫我找切 然後再來的話就找到 不過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說它那個 後刮虎部分 又另外處理 所以我們試試看好了 向下填滿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 減這個 那就是 十減六 剛好就四個字 所以呢 這個公式的話 就是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MID的公式 這個 前面兩個不改 後面這個的話 就是把這個的數量 減掉什麼呢 這個的數量 那就是 它應該有的次數了 理論上應該就會出現了 但是有一些錯誤的話 像這個錯誤 主要原因是什麼 因為 這個的 遇到刮號 後面那個刮號 所以變成怎麼樣 又要再多一個後刮虎 有沒有 所以 這個的公式 就變成怎麼樣 再把這個公式解下 再插入一個ifl 再貼到這邊之後的話 再去幫我找後刮虎 Ctrl C 然後Ctrl V 找一下後刮虎的位置 應該懂我在做什麼 只是說 我是覺得 這個最後做出來的公式 實在是容太長了 OK 可能是 好 這樣子的話 後刮虎部分 那這個的話是怎麼樣 沒有 沒有後刮虎 沒有後刮虎 這什麼 那這筆算了 這筆就假裝沒有 好了 好 這有時候是 它這個 所以應該是找 找不到 為什麼這個後刮虎 因為它前面已經有個一零接了 七零接 所以它又後刮虎 所以應該是先找刮虎 所以變成說 這個可能要把這個 把這個先 先的話要放在這裡 然後再把這個接怎麼樣 把它放這裡 因為月放前面的是先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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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樣就OK了 好 那這樣就把它向下填 那我們就終於做完了 哇 實在太複雜了 不過 至少我覺得 一零接 接 那這邊要怎麼 減一 算了 有個方法 先這樣好了 不過又有個問題 它這邊又有個一零接 所以這個顯然是資料錯誤 好啦 算了 這樣子就好了 好 那我們就做出來了 OK 所以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了 然後 後面部分的話 其實可以再衍生 也就是如果找不到 再找 再找 繼續找 找到為止 那其實這個很好用 為什麼 因為工作裡面常常遇到這種情況 就是我要的資料 是在那個儲存格裡面的其中一個地方 那我如果不會這個方法 我只能突發鏈鋼 那突發鏈鋼要花很多時間 好 那最後做完之後的話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呢 再來就是什麼 把那個 路階道 這個欄位 路階道 統計一下 哪一個最多 然後並且做排序 排序的話 就是一道A 然後 把前兩名的留下來好了 前兩名 所以是值的篩選 留下兩個 其實好像其他都是蠻 蠻散亂的 所以這兩條路好像這個 搶奪案件最多 閻平 為什麼閻平那邊 好像治安相對比較 因為我之前查那個 汽車架奪案件 閻平也是第一名 閻平北 OK 那邊應該是大同區 大同區 不知道 反正這個 還有五州街 五州街在哪裡 反正就大概這樣子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剛剛的這個公式 那我是把它拆解 所以如果 假如大家要參考的話 你們可以參考 比較接近的就是 我剛剛提的 台北市住宅切到案件 那這邊的話 也有類似的公式 在哪邊 用Find Find的話在底下 在這裡 有沒有 其實蠻像的 只是說這個 如果還要再延伸的話 你就把這個公式剪下 再貼到 ifl 然後再把它 再去找什麼東西貼上 它就可以再找一個 OK 這裡的話請各位試一下 這部分